今天人得财宝生欢喜喜 闻佛法不生欢喜喜 是什么 愚痴 业障烦恼稀奇很重 虽然天天听金真的没听懂 这是真话 为什么 听懂了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怎么一样呢 王位舍弃了 荣华富贵不要了 去当苦行僧 那是什么 他真懂了 那个里头的乐趣 绝对不是做帝王 绝对不是拥有亿亿万财富 不是的 不能比 没有人知道 人听不懂 听懂了 那不是凡人 真地舍掉了 真地不要了 心地恢复到 清净平等酒 对于宇宙万法 没有一样不清楚 不明了 到那个时候 三明六通 这是现在人讲特异功能 全都现财了 是你本有的 不是外来的 障碍除掉了 本能就现财 这个里头 真落 凡人眼睛里头 塞迟加牟尼佛过的 生活很苦 发生大死也末当中 释迦牟尼佛住在极乐世界 这是怎么回事 佛在经上大小沉浸度假 那这就是很重要的开道路 一切法从心相似 法身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他看这个世界什么 极乐世界 我们看这个土地神 泥石沙石头 他们看到这七宝 中宝所致 这就是 静随心转 我们看到凡夫 这个肉身 他们看到的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后 所以 竟是假的 随着念头才转变 你自己迷惑颠倒 你不能了解别人的境界 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心跟他的心不一样 他的心能把这个环境变成大自在 变成无量珍宝状业 那真的是 所以法身菩萨 放下 妄想分别知之人 他看到 每一个放下人都看到 不是假的 纵然 法身菩萨 去度地狱政策 菩萨看到地狱是什么 都是七宝状业 他变的 可是地狱众生是受惊无量的枯处 是他的心变成的 你要没有这个罪业 地狱在面前你见不到